其實剛剛在後台 陶智姐有先跟我講了一些 應該注意的事情之外 然後她還有就是 有跟我講說 等一下可能會講一些 就是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就有一點心理準備了 不過我覺得陶智姐 剛剛對我真的是很好 所以就是她可能說 面對記者的時候 然後可能要注意一些 譬如說表情 然後不需要就是 一直笑或者是一直 就是好像很想要 給記者拍照的感覺 就自然一點 她剛剛就一直提醒我要放鬆放鬆 因為其實我上台之前 真的全身都在冒汗 所以她剛剛包括我主持 她主持完下來 她就跟我講要放鬆 我就喔 又比較放鬆一點這樣子 因為我在出道之前 然後我們公司的經紀人 她就有一直跟我講說 小豬的例子 就說她是如此的認真 然後怎麼樣的努力 所以希望有一天 我也要像她這麼認真 然後可以讓大家看到 曹大哥是真的很可愛的人 就是因為那天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他 然後他就 我一出去 然後他就可能做了一些反應 然後他後來其實我們事後 也有補送他專輯了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上節目 我們沒有想到說 好像評審老師應該要先送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好 我覺得曹西平大哥 真的是很可愛 我覺得曹大哥 我專輯送你也希望你會喜歡 其實我覺得變相來講 他應該也算是在幫助我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人是很好的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在看到之前 他姐就說 你沒看到風改導演 我說沒有啊 然後他說 你不要看到他得不要被嚇到 他本人殺氣很重 然後我們一講完 大概過15秒 他就進來 就說你好你好 然後我就 我覺得其實風改導演很可愛 他有一點像那個灌籃高手裡面的赤木剛性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看到他有一點點親切 但是覺得又有一點點害怕這樣子 我覺得導演他的殺氣 是可以收放自如的那種人 就是他剛剛那一瞬間 他就 你再過來我就揍你 我就說 那我真的不過去了 就真的有一點點被他嚇到 不過我還是很謝謝就是導演 因為知道他真的很忙 正在感謝 然後可以抽空過來這樣子 我真的要很謝謝所有喜歡這首歌 然後跟上我的粉絲團給我鼓勵的每一個人 因為其實這首歌 他收到大家這麼多的肯定 我覺得其實還蠻受寵若驚的 所以當然現在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能夠正式跟大家見面 然後還有其他的歌 我覺得也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聽一聽 我很感恩大學生的這一段經歷 因為當初其實是抱著好玩的心情 然後去的 希望大學生活可以精彩一點 然後在那裡面 我覺得我學會很多 譬如說面對鏡頭的一些勇氣 因為我本來其實看到鏡頭跟這麼多人 我是會昏過去的 而且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路有學到很多東西 也可以當作我現在發片之後 然後可能多一點的自信心 像我常常有的時候聽很多歌 我也是因為歌才去認識到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歌能夠被大家注意 就已經很開心了 那現在人出來了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多關注我的人 還有我的唱片 謝謝 那會擔心感情生活被關注嗎 嗯...還好 因為沒有什麼太多的感情生活 對啊我覺得還好啦 謝謝 謝謝